大家好,我是Jason Mell 今天我们来聊聊科学版本的创世纪 从古至今,人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 一直是不断被追寻探索的谜题 关于这个问题,圣经创世纪做了7个一日系列节目来说明 包含了一日照光,一日照空气,一日照地,一日照植物,一日照太阳,一日照动物,一日照人等等 而我们都知道,一日系列荧光幕的背后 往往都是长时间不断的坚持努力与岁月的累积 本列车开往,人类史,沿途停靠,太阳系,水与生命,氧气,生物上岸,甲森梅尔,祝您旅途愉快 根据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 以及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的观察时政 可以推论出我们所身处的宇宙 在138亿年前,诞生于一次正常能量释放 也就是大爆炸 从一个超高密度与超高温度的起点状态伸展开来 刚诞生的宇宙 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 正反粒子不断出现与消灭 其中三千万分之一几率存留下来的粒子 组成了氢氦等基本元素 在重力的作用下 恒星星系和星系群逐渐成型 而恒星的反复诞生死亡过程中的核反应 除了提供源源不绝的能量 也产生了元素周期表上的各种元素 太阳诞生于银河系中 而根据太阳光谱得知 太阳富含重金属元素的事实 被推断太阳的诞生是由某超新星爆炸所触发 45亿年前 伴随太阳而生的地球 是个熔岩火球 根据目前地表上发现最古老的岩石推论 熔岩状态的地表逐渐冷却 在39亿年前形成固态的地壳岩石 在板块运动雨火山的作用下 地球内部喷出气体 产生了包含水蒸气、氮、二氧化碳、甲碗、氨等等的大气层 38亿年前 随着地球持续降温 地表下了一场持续上百万年的暴雨 所有的水会集起来形成了海洋 根据古老岩层内的微体化石 我们可以推断最早的生命也大约出现在这个时候 至于原始生命如何从无到有 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够扎实的说法 原核细胞生物在RNA与DNA自我复制与图片演化的机制下 逐渐发展出发酵作用、固氮作用、光合作用、运动功能等 适应地球环境的行为 进而覆盖了地表的每一个角落 20亿年前 在蓝绿菌的作用下 大气层的含氧量从百万分之一上升到五分之一 此时拥有细胞核的增核细胞生物出现 这种细胞拥有立腺体来使用氧气 进而逐渐发展为多细胞生物 12亿年前 生物发展出有性生殖 更透过遗传性变异增加了新物种出现的可能 4.6亿年前 第一批植物包子上岸 并演化为立体化坚硬金干的植物 覆盖了整个陆地 差不多同个时间点 动物也开始尝试上岸 2.5亿年前 地球发生了一次物种大灭绝 95%生物种灭绝 原因尚无定论 大灭绝前 两栖动物城市动物界的霸主 大灭绝后 爬虫类快速演化与倍增 恐龙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地球走入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叠记 侏罗记 白鹅记 与此同时 盘古大陆也在2亿年前开始分裂 而逐渐形成今日七大洲的模样 6600万年前 一枚10公里宽的陨石撞击地球 恐龙和所有体重超过25公斤的陆栖动物 突然集体灭绝 幸存者是大多数的陆地植物和小型陆栖动物 包含昆虫、蝗牛、青蛙、龙猿、乌龟、蜥蜴、蛇、鱷鱼 开盘哺乳类动物、鱼类 以及海洋无脊椎动物 直到2500万年前 非洲首度出现人员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做ending吗? 对 可以嘛 不可能 800万年前 大猿在东非大猎谷逐渐演化出双脚行走的能力 200万年前 出现了人属动物的种气 是一种骨架小 脑流量比较大的人员 懂得制作石器 双眼往前看 进一步促进了脑部的发育 180万年前 出现了直立人 开始出现我们熟悉的长相 能制作木毛 石斧 也开始学会用火 20万年前 直立人演化为智人 成为第一个发展出语言 与抽象思考的物种 如果第一对智人有名字 他们的名字就叫亚当夏娃 聪明的智人靠着发明工具 而拥有极佳的环境失忆能力 逐渐繁衍扩张 9万年前离开舒适的东非大列谷 8万年前经由中东抵达印度 5万年前横扫东南亚 一路踏上澳洲 4万年前踏足欧洲 3万年前抵达东亚 直到1万2千年前踏上美洲 称霸整个地球 早期人类采集野生食物为生 就像身处伊甸园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农业革命后 人类开始懂得巡化动植物 选择性大量繁殖有利人类的动植物物种 可谓最早的遗传工程 从此人类开始定居 并仰赖农业为生 就像被赶出伊甸园 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基元前3500年 城市与文明诞生 社会分工逐渐成型 两河流欲输美文化 埃及、中国与玛雅 陆续发展出自己的文字 人类知识得以累积 科学的创世纪到此差不多告一乱落 接下来的桥段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类文明史了 暂居世界各地的各部落与民族各自发展 碰撞与逐步整合 有的文明被彻底消灭 有的文明向外征服与扩张 文明之间也不时有正向的连接与融合 逐渐形成能互通有无的世界地球村 人从哪里来 将往哪里去 透过科学的上帝视角 我们似乎有了比较清晰的前半部答案 从空间来看 人类只是可视宇宙当中 千亿个星系之一的银河系当中 千亿颗恒星之一的太阳系当中 一颗小小行星上面的 一个不起眼的小点 从时间来看 宇宙漫长的138亿年的岁月 地球的年龄还不到三分之一 而生物则迟迟在地球年龄的 最后十分之一才登上陆地 相较于恐龙称霸了地球将近20亿年 智能出现至今 不过是20万年的时间 而人类文明的开端 也不过是最近短短几千年的事情 更不用说人一生的岁月了 人生短短几个球 不醉不得秀 由此可见 人类何其渺小 你肉太小了 人类虽小 至今却已经掌握了强大的知识 甚至打开了主动修改生物基因的潘朵拉的盒子 也开始迈向巡化其他星球之路 接下来的问题 人将往哪里去 将考验着全体人类 去思考自身存在的定位和意义 启示录将往哪个方向走 掌握在你我手中 人类的未来在自己手中